黄长孙到底得了什么病 殿下 黄长孙 黄长孙他 快说呀 回殿下 黄长孙所患 乃是斗争 且病是凶险 怕是 主标听后瞬间脑瓜子文文的 双腿发软差点瘫道在地 幸亏朱棣眼疾手快扶住 两人当气改变形成 马不停急赶回京城 大明洪武一朝的临东即将来临 就在几天前 主标和朱棣奉命出京 名为巡视 实际上老朱是在为下一代的迁都工程做准备 主标认为 洛阳最合适 再加上水陆畅通 边军的压力就小得多 纵然边疆有事 只要他们能支撑一段日子 洛阳的京军就掉上去了 然而朱棣却提出反对 干脆跟直接迁都北平 到时候把边军和京军合二为一 大明天子世世代代 为百姓守国门 这才足够豪横 主标笑他太过天真 真这么办的话 一旦外敌入侵 兵临京师 做皇帝的逃 还是不逃 逃了 朝廷颜面扫地 不逃 注定他们的理念会产生分歧 一个偏激进 一个偏稳重 无关谁对谁错 就在他们讨论不休时 士兵匆忙禀报说 皇长孙 朱雄英摔下马了 主标当场脸色大变 也知道肯定出大事了 若只是摔个鼻青脸肿 也不至于手下如此慌张 当消息传回京城 朱元璋急得哼的战绩 真的皇长孙怎么了 皇长孙怎么了 回陛下 太子殿下 已带着皇长孙 惊艳回心 皇陛下 祝派于一 祝派于一 宣太医 来人啊 宣太医啊 太医一脚油门轰到底 很快在半路撞到大部队 几分钟 确认朱雄英得的天花 小命估计要不保了 朱标只感觉 尊心的疼痛袭来 风风火火赶回京城 皇宫之中 一帮宫女唯恐被传染 吓得不敢上前伺候 朱元璋当场就炸毛了 下令要把他们统统斩手 幸亏马皇后及时阻止 雄英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还要造杀命 把雄英抬到昆宁宫去 我的孙子 我看过 朱标当晚 领着朱允文 跑到祖庙起伏 爷俩抱在一起 痛哭流涕 可惜死神的脚步 从不因任何人停止 大明王朝的历史 终究走到了另一条路 奶奶 我想喝水 要喝水 好 快 快把水拿回来 洪武十五年五月初一 皇长孙 朱雄英 洪氏 本该是大明第三代帝王的他 甚至没等到十岁的册封 仅仅只活了八年 刚要命的是 马皇后也因接触太频繁 感染了天花 他宁死不喝药 只为日后不让朱元璋有理由 迁怒于御医 马皇后紧闭宫门 不许任何人来探视 朱标等人通通的跪在门前 哭喊着求他开门 此时的朱元璋正忙着在前店工作 听到消息后 只感觉天都要塌了 二话不说 窜起来就走 还在立马抱腿阻拦 朱元璋红着眼眶 坚定的向前走去 此料马皇后却毅然决然将大门狠狠关闭 两人的距离只有数名 却要似隔着无尽银河 朱元璋和马皇后 崇八和妹子 这一眼便是永别 一场突如其来的天花 带走了大明皇长孙朱雄英 也即将带走这位一代先后 对老朱家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河地震 老朱急得直跺脚 朱标则当场晕死过去 朱棣彻彻底不眠 在门外点灯几幅 不要到了后半夜 却被老爹喊去批揍折 眼下也只有废寝旺势的工作 才能让洪武大帝 暂时忘掉悲痛 看见那些奏表了吗 一本一本的看 看完立后啊 想想怎么批 然后写在纸上 贴在这奏表的对面 然后再拿给朕 父皇 这不是儿臣 哎呀 啰嗦什么呀 国师压了多少了 你大哥病着 二哥三哥不在 你不帮你老子 谁帮你老子 忙碌过后悲伤还是要面对 马皇后弥留之际 还在关心大国小家 愿老朱求贤纳德 愿子孙各个贤能 愿大明安居乐业 愿江山万年不朽 红武十五年 大明开国马皇后病逝 消息一出 全国轰动 最伤心的莫过于老朱小朱 可哭得最撕心裂肺的 却是文武百官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朱文章竟在葬礼县长 发布了一条极为牵强的旨意 传证口语 燕王帝护卫不当 致皇长孙早邀 皇后轰事 卓薛剧所兼之死 大锦衣卫 纠和百官之权 令燕王帝出镇北平 皇后入殓三日后 急行启程 钦灾 船只太监都蒙圈了 盘算老朱是不是悲伤过度 脑子短路了 他立马劝朱棣紧急入宫 找朱元璋求行 应该来得及 怎料朱棣却异常平静 唯独只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带姚广孝一同出发 表示要替老娘祈福 三天后 主标强生病急赶去送行 嘱咐他一定保重身体 老朱家经不起打击了 走到半路 姚广孝发出灵魂拷问 和尚听后满脸欣慰 感慨他终于能看懂老朱的心色了 朱元璋之所以这么做 正是为了稳定超局 皇长孙朱雄英夭折 马皇后病逝 大明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只有让朱棣紧急就翻 同时撤掉锦衣卫的特殊权力 才能让百官彻底放心 稳定是现在最需要的 两年时间匆匆过去 红武17年 大明重新恢复科局 几大藩王都忙着 给本地考生 送路费渐行 唯独朱棣没有任何动作 消息传到朱元璋这里 他气得当场仍非揍书 大骂几个儿子多管闲事 橘子进京 礼部各部正司自有安排 对他们那几两银子呀 再说朝廷取士 要的是志工无私 他们送来的人 会是诸考取还是不取 若是这其中 真有几个有才学的人 被考官闭嫌拿掉 那不是误了人家 读书人的十年寒窗啊 更何况老朱早在 封王之前就下旨立过规矩 各亲王就藩后 不能明昭 绝不能干预地方政务 他们是明知故犯啊 朱元璋当场就要下旨重发 幸亏朱镖开口阻止 老大还是心疼弟弟 让儿子分别给他们 去一封信 伸持一下 也就是了 行 就照太子说的办吧 老朱看着好大儿 满眼的欣慰 自从媳妇和孙子去世后 朱镖成了他最大的慰藉 也是他最后的建交 我这一辈子 就对不起我老哥哥 这么一回 我得让他历练 我得让他在军中立威 以便以后 谁要想动我女儿女婿 得仔细掂量掂量 让你们跟别人讨价还价起来 多些本钱 这是阎王朱棣的立威之战 仅遂五千惊奇 深入漠北 驰骋两千里 大小十一战 最终安然返回北平 彻底征服了手下降临 绝对不久前 大明最强战神徐达 身患重病 朱元璋当即下令 让他回南京休养 临走之前 徐达决定为女婿扑路 将兵权全权交到朱棣手中 朱棣短暂时 北平都司军马 一概有你节制 有敢违抗军领者 立战无赦 朱棣短暂胜后 浑身气势猛然大边 可惜在重将看来 他虽然头顶着亲王名号 却只是一个没有过 大仗经验 毫无寸耻之功的 矛头小子 一个个满怀不服 但爱于老帅徐达的胡威 无奈只能跪地参拜 朱棣深知 这帮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骄兵汉将 一般人根本管不住 可他偏偏没有丝毫退路 截至不了也要截至 恰好北原此时 正处于内乱之中 自从王宝宝去世后 草原再无一人能震得住局面 战机稍纵即身 不管其他人如何劝阻 朱棣愣是死活不听 他已经好多年没打仗了 明明该是纵横杀场的武将 却偏偏被老朱拴在了京城 干了太久的锦衣未够当 骨子里的誓战基因 早就蠢蠢欲动了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哪肯白白错过 朱棣 标下在 出发 阳山位中将尸 出发 老将们通通傻眼了 这位燕王殿下也太飙了 不知道自己的小命 有多金贵吗 竟然只带了五千兵马 就敢深入墨北八百里 你当自己是李云龙啊 万一真少胳膊少腿的回来 老朱还不得把他们都活寡了 整个北平战区 除了留守士兵之外 统统越过边境线 朝着四面八方 狂飙突进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绝不能让朱棣出闪失 万万没想到 朱老四孤军深入 见到云人就砍 只要能打赢 连下毒的手段都用上了 很快就取得了数场胜利 殿下还要继续往北走 再往北 陈将军他们就更接应不上了 老子就根本没指望上接应 大队相隔几百里 就算快把飞驰 至少也得两天功夫 只望个鬼来接应 隔出城之间的命令 只有八个字 见敌 急战 便宜行事 就是要打原人一个措手不及 让整个墨北都乱成一波舟 这场仗咱没有阳功 全的娘的是主公 立功各凭本事 这一战 朱棣深入墨北两千里 一路达到原人过冬的地盘 俘虏缴获的人和物不计其说 其中还包括一位北援大官 舒密院之院阿玛拉台 阎王朱棣一战立威 彻底坐稳了北平主帅的位置 归 殿下 宏大将军一致 归阵有名 我等愿追随殿下 束手北平 叛归大名 关注我 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 多多转发 刀 刀 感谢观看